欢迎大家来到 《什么都得博士》 实验室 博士每天都在他的实验室里埋头虎干 以高超的科学知识 为附近村中的居民解决各式各样 古灵精怪的奇难杂症 所以村民都会叫他 《什么都得博士》 除了《什么都得博士》之外 还有一位机械人 Marcus 机械人 Marcus 除了是博士的发明 更是《什么都得博士》的助手 《什么都得博士》 又有任务了 有会出门说他设计了一个图案 我想问 如何可以将图案变成立体 可以和家人一起欣赏 要将图案变成立体 不是那么容易 不如我们试下用这个方法 好啊博士 大家可以准备这些材料 手机 剪刀 膠纸 透明胶片 首先 我们将透明胶片 剪裁成四个梯形 记住每个梯形的大小都要一样 斜寸方面 上底和下底分别是1.5cm和9cm 而高度就是5.25cm 小朋友使用剪裁的时候 记得注意安全 剪裁完成之后 可以抗认一下 是不是每个梯形的大小都完全一样 如果不一样的话 就进行不到这个实验 然后我们用透明胶纸 将四个梯形膠片黏在一起 碰碰的方式是斜边对斜边 当大家将四个梯形膠片黏成一条直线之后 将头尾两个梯形膠片的斜边都黏在一起 就形成一个环状的投影幕 可以进行实验 将投影幕放在手机上 播放全色投影的影片 你看看 我看起来是不是很有立体感呢 真的很厉害 为什么我这样的 用四块透明胶片 进行透光和反射四面2D 影像 就可以做到类似的全色投影 即是Hologam的3D 效果 但实际上 其实是2D 影像反射 并不是真正的3D 效果 当图案投影到透明胶片上面 影片同时有图像的 截、后、左、右四个影像 分别反射在立体梯形四个面的 而不知 当四个面一起投影的时候 看到前面的影像 也可以同时看到后面的影像 于是就有全色投影的效果 小朋友可以在网站搜尋 全色投影 3D 全色投影 Jany Fish Hologram Butterfly Hologram 等下的关键指 就能够找到合适的影片 进行这个实验吧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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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